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拼主体培育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等举措 激发创新活力 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刘宁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辽宁自贸试验区成立四年来 继续改革开放动能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国家赋予的123项试点任务全部完成 12项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葫芦岛昆泰云柱置业有限公司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连续投入8亿元 1727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投资者说 讲述保姆式服务让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故事 沿口大石桥市青寨子村结合当地发展时机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综合治理 同心奔小康专栏一起走进这个一居一夜一游的美丽乡村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 省属监狱系统高站位谋划高质量落实 不断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紧紧围绕东北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这一目标定位 通过强化创新主体培育 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营造创新创业环境等一系列举措 闯出了一条通过科技创新 为新兴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的有效路径 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稀图永磁材料被叫做工业未经 是军事航天新能源产业等尖端科技领域急需的关键材料 而长期以来稀图永磁材料的高端烧结设备 只有外资企业能够生产 在沈阳广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历经四年研制的国内首套 稀图永磁真空连续烧结炉 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通过试验 该设备的温度均匀性 产品一致性和磁性能等级 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通过和下游客户共同的对它的一个试验得通来的数据 那么现在它的最主要的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的先进水平 这完全填补了我们国内的一项空白突破卡脖子技术 去年以来 神府示范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国内首套大断面举行 煤焊顿购式快速决进机器人系统项目成功下线 沈阳龙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 X射线 荧光智能分选机等五项产品 入选省级专精特新行列 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心无旁骛搞创新 神府示范区制定出台了科技项目 科技资金 高新企业奖励 双创平台建设 智能制造等一系列鼓励创新政策 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开发新产品 探索新模式 融入新格局 技术创新当中企业是主体 我们要围绕企业给它平台支持 政策支持 人力资源的支持 同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 包括成果转化方面都要做足功课 让它心无旁骛去搞创新 其他事情我们来做 政策加服务为创新驱动保驾护航 不仅让域内企业从科技创新中尝到了甜头 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字号500强企业的目光 近日 国家稀土泳瓷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美装备研究院智能电机研究所相继落户 神府示范区关键战略材料产业园内 研制出了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成果 在数字经济产业园 世界500强企业新门子全球首个授权挂牌的 数字化赋能中心落户 企业创新活力不断激发 科技创新生态不断完善 自主创新氛围逐步形成 都在为神府示范区培育壮大新字号这篇大文章 带来新趋势 新技术和新应用 本台报道 近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政府党组书记刘宁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按照省委工作要求 坚持把开展植树造林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综合考虑水与水土保持 碳与碳汇贡献 人与人均财力等评价指标 建立健全符合我省实际的生态补偿机制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 持续改善我省生态环境质量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会议审议通过了 创建辽和国家公园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 是推动辽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转变思想观念 统筹保护和发展 以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为突破点 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切入点 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自然生态环境单元 与人类社会管理方式相适应 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 与社会发展生产力相协调 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做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会议听取了科技创新工作计划 和重点任务抓落实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围绕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优化创新生态 打造开放平台 布局创新链条 以接绑挂帅 解决卡脖子问题 以代土移植 隐喻人才团队 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 全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从科技创新源头 引出更多产业创新活水 奉发科技活力 努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塑造振兴发展新优势 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展现更大作为 会议还审议了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2021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 等其他事项 4月9号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辽宁自贸试验区成立4年来 紧紧围绕放管服改革 贸易便利化 投资自由化 金融开放创新 和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 开展制度创新 创造了113项改革创新经验 经省政府批准在全省复制推广 其中12项实践效果突出的创新经验 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复制推广 数据显示 到去年底 国家总体方案中赋予辽宁自贸试验区的 123项试点任务100%全部完成 据内外知名机构评估报告显示 123项试验任务中 有89项任务完成效果突出 辽宁自贸试验区将紧扣企业需求 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创新 努力形成更多在全省乃至全国 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和实践案例 持续放大自贸试验区的 益助效应和辐射效应 努力打造自贸试验区高能级 对外开放平台 同时辽宁自贸试验区坚持 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 提升对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 企业办事更加方便 监管更加高效便捷 三个骗区全面推行 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创新 建立一表申请 一口受理 一网通办 一张审批 一口发照审批制度 实现同一事项 同一标准 各骗区还结合自身优势 创新做法 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四年来 辽宁自贸试验区 共新增注册企业6.3万户 新增注册资本6300亿元 2020年 辽宁自贸试验区 四上企业营业收入2819亿元 营业利润197亿元 均为成立前的两倍 财税收入11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177亿元 均为成立前的四倍 新签约落地重大项目256项 其中已落成投产119项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全力打造高端产业集聚 投资贸易便利 金融服务完善 监管高效便捷 法治环境规范的高水平 高标准自由贸源区 打造辽宁对外开放新高地 本台报道 葫芦岛昆泰云柱置业有限公司 是葫芦岛市招商引资企业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企业连续投入8亿元 172期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对于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华认为 主要得益于葫芦岛市 对域外投资企业保姆市的服务 当前 葫芦岛昆泰云柱置业有限公司 在房地产开发 一期工程即将完工时 二期工程也进入了紧张有序的 施工建设中 唐建华告诉记者 按照原计划 二期工程今年年底才能开工 我们意志在两个页之内 办理各种前夕开发手续 然而在政府的帮助下 我们在一个半页之内 办理了规划证 施工证 习可证等各种前夕手续 2018年 唐建华一行人来到葫芦岛注册公司 当年9月投资4个亿的一期工程项目正式开工 一期工程即将建设完成时 地方政府承诺的两条道路也已竣工通车 说了就算 我们估计下我们企业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后续我们也将会介绍身边的民商来葫芦岛投资建设开花 共同为辽宁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驻葫芦岛记者报道 银口大石桥市周家镇青寨子村紧紧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 结合当地发展实际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综合治理 着力打造移居一夜移游的美丽乡村 走进青寨子村 映入眼帘的是11栋整整齐齐的楼房 自从被列入大石桥市建设新农村试点后 青寨子村投入1亿2000万元专项资金 建造了6万多平商业标准的楼房 2016年村民们开始陆续搬进新居 村里减免了自来水费物业费等费用 截至目前 全村95%的村民已经搬迁到楼房居住 过去我们那个民房 由于保稳性能不好 特别是到冻基 扫的是树枝和结杆 过去那边我们用的是水井 现在我们用的是干净 放进自来水 并且也使用上了干净的卫生件 近年来 青寨子村多挫并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三年投入资金33万元 用于垃圾处理 路灯安装和园区绿化 新增公共停车位344个 栽质率值5000株 扩建休闲广场500平方米 如今的青寨子村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和美丽示范村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 玩在小区里各项服务功能 把我们村打造成一个环境又美 民俸淳朴 敬意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祝银口记者报道 连日来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 分别到银口朝阳进行宣讲 并深入基层 同党员干部和职工互动交流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房广顺到银口做宣讲报告 房广顺围绕学习百年党史 坚定理想信念这个主题 从新时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 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要求 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讲解 作为一名私障科教师 应该在课堂教育中 发挥课堂主阵地的这个作用 另外利用线下的教学资源 把大学生培养成为 知识爱国 知识爱党 新时代的大学生 宣讲报告前 房广顺到中共奉天支部 银口小组进行参观 并与银口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及学生代表进行互动交流 经过一百年的江湖奋斗 可以说我们取得了一个根本性的成就 这就是找到了使中国不断发展 继续前进中华民族更加辉煌 实现伟大目标的正确道路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部部长 王超到朝阳做宣讲报告 王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阐述了认真组织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名宣传系统干部 我们将全力做好党史学习理论宣讲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 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心局 让党史学习教育 在社会各界结出丰硕果实 宣讲报告会结束后 王超来到朝阳赵上志纪念馆 与纪念馆工作人员和学生代表 就如何利用红色资源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深入交流 我们还是要在史料研究方面 我们还要下更大的功夫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讲演讲 更有说服力 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原原本本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 本台综合报道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 省属监狱系统第一时间 吹响教育整顿冲锋号 高站位谋划 高质量落实 不断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走深走实 连日来 省属监狱系统围绕学习教育环节的要求 扎实开展政治教育 党史教育 阴谋教育和警示教育 结合工作实际 将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 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 政治轮训与学习研讨相融合 在全体干警中 迅速掀起了学习教育的热潮 先后六次召开部署推进大会 通过政治轮训 上档课 讲红色故事 青年干警大讲堂 主题争文活动 开辟网络学习专栏等自选动作 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为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 省属监狱系统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坚持开门整顿 开门监督 强力推进监狱执法工作 规范化运行 以两微平台为宣传载体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并做到立行立改 通过建设一体化育物服务中心 开展我为群众办事室 建行转化成果 进一步助推了法治化营生环境的建设 省属监狱系统还主演案件核查 成立了核查专班 对2006年以来的 简刑假释赞予监外执行案件 进行复查 复查案件22万余件 在纠错整改中 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和办案水平 同时省属监狱系统 还积极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工作 鼓励全体干警 主动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带着问题谈 带着线索谈 起到了受教育 处警醒的良好效果 目前已有多名干警 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核查 核实 坚决整治 完张顾及 成规即毙 本台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作为鲁毅主要传承单位的 鲁迅美术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举办的 鲁毅在东北精品门线展 今天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历史文献126件 手稿34件 实物展品158件 老照片567幅 并采用投影 LED屏幕等 声光交互媒介 播放鲁毅历史上 经典的美术剧幕和曲目等作品 带给观众沉浸式 体验式 交互式的感官享受 中国延安鲁毅校友会 沈阳办事处今天成立 沈阳办事处将以辽宁为基地 整合东北资源 发挥各鲁毅传承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辽宁文艺交流 创作与发展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本台报道 本次承担接种任务的接种点包括 辽宁会馆人民大厦 辽宁人民会堂 省政府太原北街二号院 省政协会馆 省委党校 以及省金秋医院预防接种门诊 共设置58个接种台 安排350余名接种 问询信息录入人员进行接种和保障 100余名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救治保障 感觉很轻松 杀完以后得安心了 另外相信我们国家的疫苗 每个临时接种点被划分为健康问询区 登记区 接种区 留官区 以及医疗保障区五个功能区 每个区域均有专业人员 引导人群有序接种 严格按照接种流程开展 目前我们几乎所有的人 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对新冠病毒是一感的 接种疫苗以后 绝大部分人群能够产生抗体 能够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 阻断新冠肺炎的流行与传播 本台报道 接种新冠疫苗 您所关心的都在这里 接种新冠疫苗后 核酸检测会呈阳性吗 不会 核酸检测的是新冠病毒抗原 灭活疫苗是一种被杀死的病原微生物 以完全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 所以接种后不会因为接种疫苗使核酸检测呈阳性 打了疫苗后还需做核酸检测吗 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感染风险 但任何疫苗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必要时仍需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 就目前新冠病毒变异情况看 降低疫苗的效率可能性不大 后期是否会有大的突变 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 打了疫苗后 出入境检查血清抗体呈阳性 怎么办 如果血清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 核酸检测等其他检测结果为阴性 可声明已经接种疫苗并出示接种证 以便相关机构鉴别诊断 个人可以将新冠疫苗带给国外的亲属吗 新冠灭活疫苗出入境有严格的审批程序 个人不得私自携带灭活疫苗出境 否则可能面临违反境内外法律等风险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委宣传部省复联共同主办的 清风传家故事会宣讲活动 4月8号在安山市举行全省首场宣讲会 宣讲会上 模范家风代表连接文化志愿者 以真人真事和真实情感 现场讲述正反典型故事 引导广大家庭树立重得向上 见贤思奇的良好风尚 4月9号 疗伤学院在沈阳正式成立并开始授课 疗伤学院的成立对提高疗伤的综合素养 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平台 以及引领海内外疗伤回疗投资发展等方面 都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学院将举办厅市长大讲堂 高峰论坛 研学考察 企业管理课堂等活动 预计每年培训近万人 4月9号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 沈阳化工大学 中军凯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组建的 辽宁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 在沈阳化工大学正式挂牌成立 该基地成立后将为有创业意愿的退役军人 提供创业意识教育 创业项目指导等多样化的教育培训服务 4月9号 第13届沈阳国际家博会春季展 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展会设六大展馆 近千家企业参展 展品覆盖家居行业全产业链 展会通过线上云展 线下互通 提供一站式采购 观摩 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